第五十二回 主持 譚寶珍 上一回 我们讲《老子道德经》第三十九章 在这一章里面 侯王得一以为天下经这一句 我是要特别提出来 和大家一起讨论的 因为牟先生对这一句的解释 和在网上常载的简体字的《老子道德经》的解释 是完全相反的 简体字版的《老子道德经》 对侯王得一以为天下经的解释是这样的 他说 侯王不能保持天下首领的地位 恐怕要倾覆 这一个逆文 没有提到道 只是强调侯王要保持着首领的地位 很明显是不符合老子的原文的意思 根据这样的解释 毛泽都发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 斗倒刘少奇以奪权 就正正是这一句逆文的意思了 我们当然是反对用这一句意思来诠释《道德经》 我们认为 毛先生的解释 后王得到道就能够精定天下 如果后王得不到道 就会使天下大乱这个解释 大家有什么意见呢? 我们不但是不赞成 用后王不能保持天下首领的地位 恐怕要倾覆这个逆文去解释 后王得一以为天下精这一句 我们认为这样的解释是歪曲《老子道德经》的原意 刚才上一回 毛先生也指出 道有双重性 有和无这个双重性 有无双生 同出而易明 共产党将人民 无人或分为有资产的资产阶级 和无资产的无产阶级 并要消灭资产阶级 这就是毛道 致使天下大乱 甚至发生洪卫兵学生 虐打虐杀学校的老师和校长 甚至将他们生汤而成 他们的恨是如何生出来的呢?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 他们的仇恨是由官方的谎言 和对黑暗丑恶的美化 对正义的丑化 邪恶化宣传产生的 在1959至1961年 大饥荒之后 经济受到严重破坏 毛泽东退居二线 国家主席由刘少奇担任 整顿经济 在这个时候 1962年 周恩来就囚办大型音乐 舞蹈史诗 东方雄 歌颂伟大的领袖 伟大的导师 伟大的驼手 毛泽东 毛泽东犯下了严重的错误 但是人民是不知道的 因此他们接受官方的宣传 是并不为怪 大型音乐 舞蹈史诗 《东方雄》里面 周恩来是总导演 刚才很多精神时间去策划 里面很多事情是被歪曲 例如《八年抗战》 是蒋介石率领国民党的军队去完成的 但是在这部剧里面 就刚刚相反 以下是关于这一件事的长白 被史上抗日的风火 中国共产党发出停止内战 以至抗日的号召 高举民族解放大旗 争取千百万群众进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但是 是蒋介石反动态 却不顾民族威王 想求对内一心反动 对日本帝国主义 卑躬屈膝 把大好河山拱手相纵 多少人家破人亡 多少人北京离乡 中国共产党 发出停止内战 一致抗日的号召 蒋介石不顾民族存亡 对日本帝国主义悲公屈塞 大好河山拱手相送 多少人家破人亡 多少人背井离乡 但是事实上刚刚相反 我们由些数据就可以知道了 1937年至1945年 这一场战争历时八年 所以又称八年抗战 1931年 日本继造中村上卫事件 企图找藉口 进犯中国 东北 张学良在7月6日 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 此时如与日本开战 我方必败 败得日方将对我要求各地赔款 东北将万劫不服 极而避免冲突 以公里为周旋 从张学良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 我们知道 张学良都明白 和日本直接开战 张学石的一方必败 因此 张学石不和日本正式开战的理由是可以理解的 在1931年8月16日 北京宣称 张学石当时 密电张学良 不要去抵抗日本 这个传闻 后来被张学良证实是虚假的 张学良否认有这件事 我们相信这是配合宣传 要当时的人民相信 张学石是故意不去抵抗日本 以致逼张学石正面和日本宣战 目的是使共产党有机可乘 在1936年12月12日 张学良、杨虎城等 发动西安事变 张学石被捕 后来被逼放弃 让外必先安耐的基本国策而获释 并且与共产党联合抗日 日本侵略中国的时候 曾经是打着反对共产主义的旗号 多次与国民党政府接触 希望与张介石合作 但是张中正与国民政府没有屈服 1945年7月16日 美国原子弹试爆成功 杜鲁门乃与邮吉尔翠德蒋介石同意 劝告日本投降 7月26日 波斯坦声明对日本提出最后通跌 足其无条件投降 否则将使用三国巨大的陆海军全部力量 使日本武力及其本土完全毁灭 杨鲁门是否拱手将中国让给日本呢? 根据台北中央日报社出版 蔣总统秘禄第十一冊第122页记载 中国国民党政府领导下的国军和日本军 还有22次大型回战 1,117次大型战斗 38,931次小型战斗 根据中华民国国防部1946年的统计 国军作战伤亡322万7,926人 军令部统计自七七事变以来 陆军阵亡131万9,958人 辅伤176万1,135人 失踪13万 空军阵亡4,321人 辅伤347人 海军艦全部损失 損失战机2468架 以下请继续收听谋先生讲 《道德经》第五十一章 道生之、德促之、物刑之、誓成之 是以万物莫不尊度而贵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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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道德经里面 道和德是两个名字 在道德经里面 道和德是两个名字 在道德经里面 道和德是两个名字 在三百亿长之前讲到 道德是以万物莫不尊度而贵得之用 道和德的分别 道德是以万物莫不尊度而贵得之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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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惫不尊度而贵得之用 道德是如何 德觀的價格,性識的價格,就是道。 他觀形式的網友就是道。 objectivist,或者formalist,就是道。 究竟你這個道做什麼作的內容呢? 就看你這個德怎麼講呢? 道的內容靠德,怎麼講呢? 道價也是如此。 他這個道以物來規定,以自然來規定, 就這樣道以物來規定,從作物來規定。 從作物來規定,從作物來規定。 就這樣講也不懂。 這樣講也不懂。 於是能夠把這樣了解這個道的意思, 能夠規定到自己的生命裏面來, 而又說得。 那麼這個道的意思才能夠真實化。 先叫道價價嘛。 當作物來規定到一家一家嘛的時候, 他客觀講也會造,前面不移,前造創生。 也要靠知關的意義,就覺得我了解。 天道創。 那個德意就是我們平常說道的那個。 因為作物來規定是道的。 那個道的就是我們人家說就是貓人。 你現在講的那個。 天道經不是貓人。 還是兩個字。 做的經所講,做的不是貓人。 對,道勝是德學之。 反藉族分別,加進分看兩個字的時候, 這種了解啊,一字回答下去。 道是客觀的辭义。 形式的词,德是主观的词,内容的词,主观的词就是主观的词,或者内容的词,主观的词就是subjection, 内容的词就是intentional,intentional,科幻的词就是objection,或者former,信息的词。 科幻的词就是讲的东西,都是笼合的,都是空中的,这个词就是信息的有点意义, 它很高的空中空中的词。 这种词语你们要会使用啊,要会懂才词,就是信息这种adverb,什么叫做objection, 什么叫做subjection,什么叫做intentional,或者是什么叫做former, 比如说,你们自然来的词,对话讲理,他讲的有个x词语, 这个外言的,逻辑那种外言的,这种词语,你要逻点逻辑才行, 它在十方性里的词考,概念的词考就是语, 这种是方法,不是说法律词词词语,我们中国用中国讲吧, 我们不能用十方词语来讲, 要来讲讲一下,比如这个是什么,没什么部分, 什么方法是公器,大家都可以公器, 你中国以前没有这种词语,他也有这个问题, 所以以前那个,汉基自由词语, 就是原道论,你看它那个原道论, 你看它那个原道基本,你看它有些词语, 有些语,有些语,有些语, 原道,你律家也讲道,性命也讲道, 道家也讲道,父劳也讲道, 所以这个是道去说道,非无所道, 国道去道,国道去道就是叫道分心讲啊, 它是楼桶空中的东西, 国道去道就是靠那个迷雇来的决定, 所以它有两句话很重要的,那两句话, 和女王两回话很重要的, 表示这个国道去道, 往这个道分心来看, 杀起来看它有这个笼桶中的, 它有哪两句话可以找到这个语, 韩语,因为这种文讲, 都很有名的文言, 唐童八八家的文讲, 有时候我道也没有道理, 我并不喜欢那个, 但它有些对这个诗的历史的意义, 这种文讲他一定要知道, 有很多人, 因为唐童八八家最重要是韩语, 为其八代之随, 因为他提上三文的文, 韩语以前都是偏语文, 他哪两句话可以表示我当成的语文, 他其中有这么两句话, 道与得恶为虚位, 道与得恶为虚位, 因义以文为定理, 人与以为定理, 道与得恶为定理, 像我谈到这两句话的时候, 例如应义讲, 不但道是客观讲, 是空洞有些虚位的, 德人明, 所以道与得恶为虚位, 因义以为定理, 因义才是诗, 他们的教义讲讲的, 所以道德是空洞中的, 道德是诗, 所谓的因义, 这才是前进道德, 就是我们想说的这个Moral的意义, Moral的意义, 这个诗意才可以讲是因义, 所以孟主参记一部讲道的诗, 很新鲜的讲, 因义以内战, 你往空中讲道德, 是个隆从诗意义, 就叫你讲道德意义, 你不讲, 就介绍到应义的时候, 你往讲道德, 也就是隆从诗意义, 就叫道德这个诗意义, 我们现在说道德意义, 就是Moral, Moral就是这样, 不能复杂本性假, 抗截假, 它是空中的, 它就是无条件的命令, 无条件的定义, 无条件的定义, 是什么呢? 无条件的定义, 是什么呢? 它所谓方向都行, 它一讲内容都起来, 一讲内容就有内容了, 将来有没有抽屉, 一讲内容就显不出来了, 不是内容, 提高的, 不见是那个波红, 那个压, 那个空中的压, 你鼓励, 你讲的内容就亏捐了, 比如说, 不要小黄去造成, 你不会杀黄, 但你有时候也可以杀黄, 你小孩不吃它, 你吃月, 小孩不吃月了, 小孩不吃药, 你吃这个多长, 他就成熟了, 你这个都造成不造成, 你告诉小孩听那个药, 人去吃, 道不道得呢? 你一流的一流, 你讲的内容, 你探想内容, 他就不一定的, 但是离开这个猫儿老, 离开内容的时候也不行的, 去第一步的思考, 要做抽象的思考, 要做发生内容呢, 就是这个, 就是造假, 就是育家也很厉害, 所以, 所以, 韩语那个味道, 那就是育家也很厉害, 所以, 道德无思维, 因你意义定义, 韩语的说法站在原家立场, 是的, 人语以为定名, 道语得为虚位, 这一句是出自韩语原道这一篇文章, 在这一篇文章的第一段是这样的, 博爱之为人, 行义而知, 之为义, 由是义之言, 之为道, 足乎己无待于爱之为德, 人语以为定名, 道语得为虚位, 故道有君子小人, 而德有吉有空。 韩语这一篇文章是反对老子对道和德, 的诠释, 认为老子对仁义的看法是坐井观天, 因此韩语说, 其所为道, 道其所道, 非吾所为道也, 其所为德, 得其所得, 非吾所为德也, 意思是, 道德经所说的德, 不是韩语所说的德, 道德经所说的德, 亦都不是韩语所说的德, 继续说, 凡吾所为道德云者, 合人语意之言压, 西方智学里面, 一般都认为, 道德的最高原则是意志志律, 而意志志律的意思就是, 自己吸出道德法則, 而又能够无条件这样去遵守。 如果能够自己吸出道德法則, 自己去遵守, 这个就叫做智律道德。 另一方面, 如果这个道德法則不是由自己吸出的, 就是意志他律了。 他律道德不是真正的道德, 而道德法則只是一个形式, 是没有任何特别经验内容。 因此, 我们可以看到, 老子所说的道德, 对道有所体会, 而有所得, 这样去解释道德, 是意志志律。 而韩语所说的道德, 一定要合人语意, 这个道德的说法, 是意志的他律, 是他律道德。 如果我们承认道是最高的原则, 看道而有所得, 从看道得出行动的原则, 应该就是最适宜最适当的原则, 由看道而有所得, 所发展出来的行为, 得性, 是否会不合人语呢? 我们相信是不会的。 一方面, 如果依从寒欲, 对人同意的说法, 博爱之为人, 行仪仪仪之, 之为仪。 那怎么为之博爱呢? 行仪仪之, 这个仪是怎样为之是仪呢? 是很难去决定的。 如果不经过体道, 可不可以判断一个行动, 一个想法, 一个得性是仪呢? 因此去到最后我们会问, 行仪仪之这个仪的判准在哪里呢? 根据《道德经》就是法治言。 因此韩语所讲的仁仪, 最后亦都是要回到老子《道德经》的法治言, 这个说法。 大家同不同意呢? 老子所讲的道德, 看道而有所得。 这个就是法治言。 看道就是法治言。 老子所讲的道德, 虽然没有讲人语义, 但是, 它亦都会包含人语义。 不讲, 不一定是无。 说, 亦都不一定能够令到所有人都行仁语义。 老子是认为不讲, 比较讲, 更加适宜。 为什么呢? 因为根据《道德经》的相从性, 同出而易明这个概念, 当我们讲善, 我们就会有不善这个概念, 从此产生。 因此仁义道德的宣传, 同时亦都会产生不仁不义的概念出来。 简单说, 老子不是反对仁义, 而是反对去讲仁, 去讲义。 因此, 老子是认为, 聖人是处无为之事, 行不言之教。 就是, 从实际行为处事方面去做仁语义, 不是去讲仁语义, 亦都不是去说服别人去行仁, 行义。 韓语误会了。 我们又不妨, 用中国共产党大跃进这个例子。 在搞大跃进期间, 政府是抽调了九千万人, 在各地收建了一百万座小高奴, 用土法练缸。 虽然, 政府是想促进工业生产, 但是它所做的事, 变成了是奴民商财。 简单一句就是, 不能够发自然。 不尊重自然科学的知识, 结果是惨败。 所有材料都变成废物。 钢铁煉不成, 而农地就没有人去耕作。 最后, 不但工业生产大倒退, 农业生产亦都大倒退。 在这个例子里面, 我们可以看到, 花自然的重要性, 是比任何良好的愿望都是重要的。 毛泽东搞大躍进, 结果弄成大饥荒, 几千万人饿死。 刘少奇辛辛苦苦地搞了五年的经济改革, 令到经济的基本链回復到1957年未发动大躍进时候的情况。 这个时候, 毛泽东就发动文化大革命, 要斗倒刘少奇。 在毛泽东的心目中, 资本主义剥削人民, 就是一个不道德的行为。 因此, 毛泽东本人, 他认为自己做得很对, 要杀掉资本家。 刚才, 毛泽东提到道德法则。 康德说, 道德法则决定意志, 符合道德法则的行为, 本身即是善逼。 一种行为的道德价值, 非从行为所达到的目的而生, 乃从决定行为的意志原则。 意思是, 一种行为它是否是道德, 不是因为它要达到的目的而决定, 而是, 决定行为的意志原则去决定。 譬如, 毛泽东要搞大躍进, 但是, 不可以因为, 他说要达到大躍进, 大丰收这个目的, 就决定他的行为是一个道德行为, 有道德价值。 康德在道德形上学的基本原理一书, 指出, 一个善的意志之为善, 非因其所生的结果, 非因其所达到遇上的目的, 只因其为善之意向。 一种行为的道德价值, 非从行为所达到的目的上而生, 乃从决定行为的意志原则, 不管行为所达到的目的而生。 一种行为有没有道德价值, 不是因为那种行为所达到的目的而生。 如果说, 毛泽东要做大躍进他的目的, 就可以决定他有没有道德价值的话, 这样毛泽东就是善, 但是康德说, 不是因为那种行为要达到的目的而决定有没有道德价值。 是从决定行为的意志原则去决定有没有道德价值。 哪一种意志的原则是令到一种行为有道德价值呢? 康德认为这个就是道德法质, 意志志律这个原则。 所谓意志志律就是意志自我立法, 自己遵守。 意志立法所立的什么法可以是成为一个道德法质呢? 康德认为决定人的行为有两种律令, 第一个是绝对的, 无条件的, 这个就是定言律令。 另一种律令就是假言律令。 假言律令是要追求某种目的的律令。 譬如毛泽东要大约尽, 就是有一种目的。 要达到某种目的的律令, 就是要受某种目的的支配, 因此也是属于他律的道德。 因此依照这样的分析, 毛泽东要发起这个大约尽, 其实可以列为他律道德。 那道德是否一定是善呢? 那我们看一下大约尽的结果, 就知道了。 大约尽, 我死了几千万人。 那这个他律道德所造成的结果, 是如此恐怖, 如此巨大的破坏。 最主要的原因就是, 没有法自然。 大家同不同意呢? 下星期五我们继续讲道德经, 请下星期五继续收听。